他不具备审美观点 有很多 就是我觉得我们平吧 刚才说了半天 就是刀狼的这个销量呢 我又闭嘴了 他的确我们谁都没卖过他 可是咱不能光靠销量 2010年 在那英的坚持反对之下 原本已经被提名 内地十大影响力歌手的刀狼 失去了获奖资格 据说那英还曾经宣称 在KTV唱刀狼的歌的人都是农民 当时那英 王峰 杨坤这些所谓的主流歌手 几乎是暴走一团 针对刀狼提出了种种批评 用郭德纲的话来说 同行之间是赤裸裸的仇恨 眼看着刀狼的唱片销量高居榜首 主流音乐家们哪里能坐得住呢 实际上 所谓的主流音乐家 也有不少是走片门路子上来的 比如那英 早年间 还没得到谷建芬赏识的那英 就戴着墨镜翻唱苏瑞的名曲 赚进了大把银子 成为谷建芬的学生后 那英还是毫不收敛地顶着了苏人 苏兵等山寨名字 用小字号印在卡带上倚甲乱针 其实最早 那英在颁奖典礼上也遭遇过尴尬 但是后来仍然为了一己之力 不惜排除一己 2001年 某颁奖典礼实现通知田振的奖 但田振没有就是否出席典礼做出决定 并且在颁奖典礼当天迟到 谁知主办方直接把奖颁给了票数第二的那英 当天晚上 深善来迟的田振冲上台 痛指奖项有黑幕后 甩下话筒依然离去 留在台上等拿奖的那英上也不是 下也不是 又看着台下都是田振的歌迷在其后 竟然当场哭得梨花待雨 时过境迁之后 那英成了歌坛大姐大 忘记了自己当时的难堪 竟然明目张胆地打压起同行来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然而那英自称性格好爽 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就连是谷建芬都被炮红过多次 后来我知道 炮红过我好几次 说谷老师 偏心眼 好哥 都给了妈咪 随着那英彻底掌握话语权 登上大小比赛的评委席 他我心我素的作风便更加放肆了 在陈佩斯口中 好声音的评委 个个都演技高超 他们为了把自己看中的人推上去 什么话都说 什么事都做 2013年的姚贝娜 就在那英身上吃足了这个亏 2012年 一部甄嬛传让主题曲演唱者姚贝娜大哄大字 他登上好声音舞台后 也得到许多人的赞赏 但在那英的战队里 姚贝娜注定只能当一个炮灰 在组内对决环节中 一直被看好的姚贝娜落败 输给了那英的老乡萱萱 如果说 姚贝娜哭着甩开那英的手 跑下台那令人心疼的一面 有剪辑错位导致的嫌疑 那赛前选歌是发声的种种 就很难让人不怀疑 那英是否别有所图 姚贝娜的歌艺虽好 但是却不擅长英文歌 偏偏那英给姚贝娜选的三首歌 统统都是英文 这可给姚贝娜的挑战难度上升了不少 不但如此 在姚贝娜硬着头皮选完歌之后 那英又在对决即将开始的时候 临时给姚贝娜换了一首难度号称 世界之最的All by myself 一系列令人窒息的操作之后 那英还要求姚贝娜在凌晨五点的录制时间 唱出比人做更高的调子 这真的不是在为难姚贝娜了 就连同位评委的哈林都指出 凌晨让姚贝娜唱这么难的一首歌 事件很恐怖的是 半夜到凌晨这种时候 要唱这么难的歌 实在是很恐怖的事情 结果可想而知 比赛结束之后 那英又继续加码 无视姚贝娜 使尽为老相姚齐呐喊 这碗水确实是没有端平过 两年之后 姚贝娜不幸因为旧疾复发离世 年仅33岁 正因为姚贝娜英年早逝 许多人更加气愤 当年那英的不公正 导致姚贝娜短暂的艺术生涯 没能攀上更高的巅峰 出现在姚贝娜追悼会上的那英 尽管哭成了泪人 仍然得不到姚贝娜歌迷们的原谅 然而 在好声音舞台上 被那英遭见的又何止一个摇背呢 2019年 周深和李克勤组队 打败了歌坛大姐大那英 和当红小鲜肉肖战的王炸组合 这一幕让无数人大呼解气 这些观众倒不是看不起肖战 而是他们都曾目睹那英再好声音 舞台上如何欺负人再威势的周深 周深最早是网络上的不漏领歌手 许多人都以为唱着婉转歌声的她是个她 得知真相后开始辱骂她 不男不女或者是娘娘腔 这些突如其来的谩骂 让周深产生了浓重的自卑感 以至于好声音节目组 对她发出邀请时 她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拒绝 两年之后 周深才满怀不安 忐忑地拿起了舞台上的麦克风 唱了那么久后 周深还是窃窃地询问四位导师 自己是否有做这一行的前职 很显然 那英是知道周深有实力的 不然也不会把她收入自己回想 但最后 那英还是用一句对不起周深 我喜欢李维 给周深的征战之旅画下了绝号 对不起周深 我喜欢李维 这一次 那英被骂成了筛子 还有人叫嚣着 要那英滚出娱乐圈 好在告别好声音之后 周深靠自身本事 得到了市场和专业的双重肯定 发展得越来越好 这才有了和昔日导师那英同台竞技的机会 更令人没想到的是 最后周深竟然能够一雪前耻 当年那些对那英看不过去的观众 岂能不大呼过瘾呢 按理说 无论如何 那英也是当之无愧的大哥后 为什么次次都被骂 说到底也是自己做出来的 用于是古建芬的话来说 那英有一副好嗓子 却配了一个狗脑子 他与刀懒的歌迷都是农民 来用警车开到曲演出服 不知错还连篇脏话怒怼网友 拿给林志玲惯就的事情 到节目上作为彰显自己 不拘小节的谈资 我说既然都已经举到这儿了 你就从了吧 干吧 然后失礼了 你知道他喝完的下场 被人家拍到以为他是什么 红斑姓郎仓都来了 前脚嘲讽张子怡 没有资格做评委后脚又巴巴地 和人家亲密合影 我祝他成功买 因为这很难做 因为你也带出了一个冠军 他带不出来冠军 这很难评 这东西就是这个 这唱歌的技术 和行如和山 是我对他的宣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找他 什么作用呢 可能是他是起到一个 在造型上 德行永远要排在才华和能力之前 自学豪横了大半辈子的那硬 却败坏了自己的口碑 你怎么看呢 对 Not 对 Not 对 Not 我拥有吗 我拥有了吧